健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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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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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群情激憤看到冷血的王景玉 通通一擁而上 連安全帽都把他打飛 鄭全哥一拳打在王景玉臉上 可惡的他狠心殺害女童 竟然還敢大聲喊痛 王景玉你會打殺害 自尊找女童 你要不要罵氣啊你 29號凌晨 王景玉從士林地檢署 移送到台北看守所 到現在已經第三天 他吃得好 睡得飽 甚至跟其他人一樣 出來放風透氣 不過惡行惡狀 早就被其他收容人知道 第一天就被兩個人痛歐 索方也因此換了設房室友 放風時間也需要 介護人員緊盯 怕收容人蠢蠢欲動 恐增加介護人員 北索壓力不小 當然是增加我們的 介護工作吧 我們要提高警覺啊 因為這個 對 它會引起 別人這個混亂嘛 殺人魔王景玉遭 奇敵小時候充滿爭議感 還曾經寫作文稱讚警察 他寫的給警察一封信說 警察先生你好 我是前幾天在電視上看到 你和強匪在槍戰的觀眾 那時你手上拿著一把左輪手槍 字字句句對警方充滿崇拜 只不過年紀小的他還出現錯字 沒想到強匪後面有一名 圓警開了一槍 圓警的圓寫成救援的圓 王景玉從小時候正氣凜然 長大之後變得毫無良心 作文曝光顯得格外諷刺 記者成交專屬SN小組 台北報道